中国大陆的最新消息是在广东发生严重公安意外 正在施工的高速公路突然垮了下来 有货车被砸 从行车记录画面可以看到 一座正在施工的高速公路高架路段 无预警突然垮崩 瞬间大量的钢条建材从高空往下方的路面砸 因为意外来的又快又突然 路过驾驶根本来不及反应 一辆货车就被坠下来的钢条拦腰压扁 当地官方是说 这起意外发生在广东江门外海 往返中山路段的高速公路 目前掌握到有一名工作人员受伤送医 至于您刚看到被砸中的那个货车 驾驶是很幸运的逃过一劫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